还记得你那一次在17岁 拿下了这个中广流行之新的歌唱冠军 你那时候选的曲子是什么 没有烟抽的日子 唱几句来听一下 没有烟抽的日子 17岁不要抽烟 回想一下当时那种 小女生17岁有自信了 觉得说唱歌发自内心 好 没有烟抽的缘分 没有烟抽的日子 我终复在你身旁 而我的心里只 以你为我的唯一为敌 一份希望 天黑了 无法延续到秘密 我的思念已迢迢不再 每个黑色小镇的镜头 你们似乎不太喜欢 没有蓝色的歌字飞翔 在这个张少涵呢 开始出事提升之后啊 有人真的这个注意到他了 他刚才说这个人就是林隆璇老师 对不对 后来呢这个少涵到台湾来 想要进入唱片界的时候呢 林隆璇老师就带着你一路去拜访 这些不同的唱片公司是不是 是 那他觉得说我可以回台湾试试看 所以就开始问我说我愿不愿意 就是把这边的所有的学业啊 学业啊 先暂时放一边 对 因为他觉得说我是有机会的 所以就问我 那我觉得后来 其实也经过一阵子很 很艰难的一个挣扎 就觉得说因为 因为是要放弃所有的东西 对啊 包括你熟悉的朋友 对 熟悉的环境 对 熟悉的环境 对 那时候就后来真的决定说 不要想那么多 就是朝着自己的梦想前进 因为我觉得我喜欢唱歌 我就要去实现这个梦想 所以我就跟着隆轩老师 一起回到台湾 就一路到了福茂这样子 一直到福茂 听说那天这个福茂的老板一听了 桌子一拍 就是立刻牵你了 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以为桌子一拍是骂我 这应该你知道我是看来的 就表示他一听他觉得惊为天然 他在你的声音里面听到了希望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当然林隆轩老师可以说是这个 少涵的第一个贵人了 你有多久没看到他了 还蛮久的 还蛮久的 我之前看到他的时候 他也是 也是在那个什么 评审的时候 对 当评审的时候 我就遇到林隆轩老师 好 今天他也为你录了一段话 是吗 对…我们来听听看 林隆轩老师这么说 少涵你从16岁我就认识你 然后从那时候 那时候鼓励你回来台湾 然后那时候其实 那时候我们其实都是在同一条船上 然后我们经历过很多唱片公司 我们去跟很多的高层见过面 我们也做了很多努力 当然我们也付出相当十天的等待 那我觉得非常难得的一点就是 其实再怎么累 再怎么辛苦 再怎么彷徨 你从来没有对我有过一句抱怨 我这个地方是 我这个部分 我真的非常感谢你 因为我一直认为你绝对会成功 可是在那个当时 其实我们有点受挫 可是你从来没有失去对我的信心 而且你从来没有对我抱怨你 好 这么久之后 再听到玲瓏玄老师对你这番鼓励 怎么样 心情觉得如何 心情只放在16岁 真的 对不对 有想到那个时候 这个跟着玲老师 一起到各个唱片公司去 对 有没有 感觉感触还蛮多的 因为其实那个时候16岁 也算是在一个 不是完全很成熟的一个阶段 对 还很小啊 16岁 对 所以其实那时候 在那个时候还好有玲瓏玄老师 他看到了我的另外一面 我自己还没有看到那一面 对 所以我还记得他跟我讲过一句很 我到现在还记得的话 他说你就像是一块璞玉 但是还没有经过雕塑 对 所以我那时候听到的时候 我还听不懂 听不太懂什么意思 因为我那个中文不但说中文不太好 对 然后我就是 可是我印象很深刻 一直到我后来成功的时候 我才觉得很感谢他 对 所以这块璞玉真的 经过这么多年来慢慢的雕塑 主要也是自己要非常努力 成功真的没有偶然的 不过这个刚才少涵提到的 就是说小的时候 小学毕业就跟家人移民到加拿大 对不对 对 所以少涵你好像在很小的时候 大概十几岁 你就懂得出来自己打工吗 对 你打工哪些工呢 我跟我妹妹呢 其实我们在很小的时候 那时候就已经比同年纪的同学们 都算成熟 就是那时候同年纪的一个同学 可能开口啊 就是都会讲说 我的男朋友啊 或者是什么 或者要买什么衣服啊 对 哪边好看啊 对 可是我们那时候 就少了这样子的一个话题 我们就会比较多的东西 都是想在就是打工 然后怎么分担佳绩 那其实我那时候打过还蛮多的 我有以前有当过洗车妹 洗车妹 对 这家洗车公司是一定要选 那个长得比较漂亮的来洗吗 不是 不是 它不是公司 它是就像 是我跟好几个同学这样子 那我们就一起就画了一个板子 就说你要car wash 要洗车的话在这边 然后我们就会举着这个板子 然后 你们就在路边占地为王就对了 对不对 也不是 就是你要洗车你就停下来 我们就帮你洗车 对对对对 但基本上我们会是 因为其实那个加油站 它们都还还蛮好 它们会让你在那边 就在家旁边 对对对 所以我们就会举着那个牌子 然后在那个旁边 就要洗车 它就会给你小费 其实一次洗车也不多钱 大概你一世骑车可以赚到多少钱 几百块台币而已吧 几百块台币 对 几百台币听得不错啦 洗一辆车嘛 对对对 然后对啊 那因为我觉得其实 不只是做过这个 然后还有一些像是 在面店打工过 面店 这样讲面店好像有点俗气 应该说 不会啊 面店很好啊 很多人喜欢吃面啊 不是因为大家不是这样讲 是牛肉 我是在牛肉面店打工过 也是个面店 牛肉面店 还有珍珠奶茶店 珍珠奶茶店 对 然后还有送过便当 送过便当 对就是我们常常 就是以前在读书的时候 就会送便当到很多 就是会到很多那种有钱人家 对 因为他们一次叫都会叫很多 对 然后你就会去敲门 就说送便当这样 对对 然后送便当 还有剪线头 什么叫剪线头 就是成衣嘛 成衣然后你会剪线头 有一个工作专门给人家剪线头 对剪线头 就是你翻衣服 然后正面反面这样剪 这应该赚不了什么钱吧 赚不了什么 那好 所有少韩做的这些大工 都是为了要贴补家用 其实我一直以来都是 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那我觉得可能也是个性的关系吧 那像一直到后来 其实还有做另外一份工作 应该说是跟唱歌 就比较有关系了 就是在餐厅 然后有很多的这个 比较年长的人 他们都会去到那个餐厅里面 开始会跳这个交际舞 然后我就要开始在 站在那边唱一阵个晚上 那你还记得吗 你最喜欢唱的是哪一首老歌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首歌是这个 I was dancing with my darling 不好意思 你踢太高了低一点低一点 这个叫做Tennis Walls 对… 这是My Favorite这个老歌 真的吗 对 1 2 3 我觉得你可以出一张 英文老歌的唱片耶 我可以试试看 真的很有味道 真的蛮好听的 我觉得会有这个人 很多人会去喜欢这样的歌曲 其实我还蛮喜欢老歌 因为我觉得老歌 其实还蛮耐听的 那也真的就是在那一次的 一个这样的机会下 我其实也学习到了很多 第一次的工作 就是跟唱歌有关 然后第一次拿到一张50块的钞票 是我自己这样辛苦赚来的钱 你说50块美金对不对 不 加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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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加拿大 那时候就看到的时候 我就回去秀给我妈看 你说你看 我赚到了第一张 第一张50块加币 我那时候 因为对我来说是很多了 对啊 然后加币50块 大概等于台币多少 一千多块吧 一千多块 对 然后我就说 那这张钞票我给你 好 你就给了妈妈了 我就给她 那妈妈一定很感动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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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